之前有很多老铁找我鉴定广东寿子双龙酷品一两银币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枚钱币的价值 广东寿子一两银币在钱币收藏界以极度稀有的存实量而受到人们的珍视 而且还由于它制作异常精美而备受人们的宠爱 在我国近代银币中它又是一个九富盛名的一种 它也是被列入中国近代机制币十大名争 该银币从大小上有大致有两种版别 大阪的直径大约在44毫米 重量稍大于37克 有学者根据清末王树生所著的树安密录记载 认为该币是光绪20年由广东巡抚刚毅 为祝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而铸造的祝寿纪念币 民国时期的张炯博等学者认为 这种银币系光绪31年为纪念慈禧太后七十大寿而铸造 对于该没银币的铸造情况 史料中没有缺写记载 全家们历来对于其具体的铸造情况有不同的解读 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 然后根据香港苏富比拍卖行2017年的成交记录 该币以800万人民币价格起拍 经激烈的争夺之后 有2100万人民币的高价 被一位新加坡的华侨房产大亨收入囊中 刷新了2016年媒体争相炒作的该币 1700万元成交的交易记录 由于该币非常的珍惜 所以才会尤其有心人来仿制伪造 图以牟利 市场上可见的多维高仿品 各位喜欢收藏的家人们 如果碰到此币一定要放平心态 不要痴迷于故事 毕竟一夜暴富的梦想 可不是人人都拥有的机会哦 关注我钱币收藏 少走弯路